3月10号下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 会上雷金玉、张林顺、蓝平勇、康涛、陈国英、攀岳、丁世忠、张连生等八位代表 先后围绕打好脱贫攻坚战 建设美丽乡村 发展远洋渔业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 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创新发展 促进老区苏区发展等问题 发表意见 有的代表谈到以创新变革打造民族品牌 习近平说 做实体经济 实实在在的心无旁骛的做一个主业 这个还是本分 习近平在最后的重要讲话中 肯定福建的工作 希望福建的同志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着力解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问题 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 特别是要为中小企业年轻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为高技术企业成长建立加速机制 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只要能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 要做好革命老区中央苏区脱贫奔小康工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要饮水思源 绝不能忘了老区苏区人民 要梳理排查 抓紧工作 确保老区苏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一个都不掉队 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 以坚强有利的党组织 确保工作任务落实 谢谢 谢谢